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特定的技术 他在世时 他在地地太平40年 但是当他死了后 经济马上就会有变化 人总是会有一种乱用 就是经济医会犯同样的错误 相在地是同样的事情上面来犯错 特别是当拎杜价 或者是基因价里几天后 就会经济医 怕当他过去那种错误的道路上面 我们的信用的立定是同时也有同样的这种情形 因为我们的信用 如果只是听别人说的信用 不是亲身去经历和体会的信用 如果这样就很容易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数数时代的医生的人 因为没有亲身来经过上帝所担心的信价技术 跟上帝中间也没有建立很成功的关系 所以在信用的上面总是没办法很转身来挖客和军队 很容易来买室在各种罪恶里面 医生的人又一次走派 上帝就像中英交代母厄王医基伦的手 医基伦王连合阿文朗跟阿玛力朗 来攻打医生的人 二千亿占领和长相相 那就是压力高相 医生的人就博世医基伦十八年 压力高相是有尖尖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压力高相是甲南帝中部很重要的一个大相 常时也是一些人进入甲南帝之后 所公下的第一做相 是有指标性的意义 在这种困境里面 一些人又一次来呼求上帝 上帝就为他们来行气 大叔叔 医护 他是变成敏人 吉拉的女儿 他是打手冠 他利用帝医生的人送礼物 给予吉伦王的机会 接着有重要的机会 在担当阮王来说 原来他就变成我军王的时 用大叔会出场在这家家的减 将予吉伦王来度饰 因为医护医是大叔关系 所以予吉伦王对他没有方便 医护医后来也担任一些人 台湿一万的母厄人 这给了他们 国中就在太平有八十年 三十一载有说到小叔叔三家 他用冠武的冠冠 帕西六百亚的非理事人 担救了他的同胞 我们可以做回来学习 把握上就让我们每一个机会 在担当或是小的事情 丁面丁心来给我们 也一定可以真正聚 最最浪的救护